第十一章 十万大山 右边的妖媚女子回复道 叶姬长老昨夜去南法寺刺探情报 做最后的确认 谁知重伤而回 昏迷后便再没醒来 左边的燕丽女子补充道 叶姬长老受的伤很古怪 体内一股力量持续磨灭生机 无法拔除 我们也不知道 她能否撑到明日 只能等轻木护法过来了 叫做红鹰的鸟腰眉头紧锁 忽然 高亢的圆堤声震动四眼 寻声望去 南边的山峰上立着一只白猿 仰头笑月 这只惹人厌的猴子 怎么也来了 红鹰厌恶地 催了一声 脸上迅速扬起笑容 看着猿猴在树梢间腾跃 最后轰一声砸在山谷里 猿护法 可算把你判来了 红鹰露出热情的笑容 身为叶姬长老麾下的三大护法 他向来很重视 同僚之间的和谐 白猿落地后 迅速化作一名高瘦男人 额头高阔 嘴唇厚实 乍一看 外貌介于人族和猴子之间 相比其丑陋的外表 白猿有一双蔚蓝色的眼睛 澄澈地 仿佛能映照出世间的一切 白猿看了满脸堆笑的红鹰一眼 蔚蓝的眸子 似是看穿内心 语气平淡 你的心告诉我 真是倒霉 这只惹人厌的死猴子 怎么还没死 红鹰表情一僵 尴尬地哈哈两声 正不知该如何回应 山谷里的树木 突然剧烈摇晃起来 茂密的树林摇曳 像一个个复活过来的巨人 张牙舞爪 树林摇曳中 抛洒出一道道银绿色的光点 它们在天空中凝聚 犹如萤火虫组成的星河 最后凝聚成一株参天大树的虚影 这株大树的枝叶往外延伸 层层叠叠 宛如云盖 整座山谷就被它的枝叶盖住 巨树虚影投下一道绿色光束 凝聚成一位绿发 绿须 绿眉的老者 手里 主着一根藤蔓缠绕而成的拐杖 轻木护法 猿猴 红鸟 以及两名妖媚女子 同时行礼 浑身绿光的老者微微汗手 声音沧桑温和 叶姬长老在里面 红银芒说 就等您了 叶姬长老探查男法四时 发生了些意外 情况危急 当即把两个女妖的话转述了一遍 无法拔出的力量 轻木护法心里一沉 道 带本护法进去看看 左边的女妖 盈盈失礼 几位护法 里边请 三位护法随着她进入洞窟 涌到宽敞 石壁上插着火把 每个二十步 便有一名貌美女子势力 不愧是狐足 各个都是顶尖的大美人 红银欣赏着女妖们艳丽的外表 不愧是狐足 各个都是顶尖的大美人 白猿护法沉声道 红银脸色一僵 笑道 猿护法倒是性情中人 白猿看她一眼 我说的是你的心声 穿过十几丈深的涌道 前方是一座巨大的石窟 地面铺设兽皮 摆有圆桌圆凳 屏风 盆栽等物品 宛如人类女子的闺房 最醒目的是一张 维漫垂下的大床 做工精致 雕刻着栩栩如生的狐狸 视力在床边的女妖 立刻掀开床漫 焦虑道 轻木护法 您快看看吧 轻木护法 是万妖国的医道圣手 擅长炼丹 种植草药 她潜心研究医道时 术室体系还没出现呢 她脸蛋尖俏 秀眉又长又直 五官精致妖媚 此时 这张妖娆勾人的俏脸 湿血苍白 昏睡中微微皱眉 似是承受着巨大的痛苦 轻木护法走到床边 从青球中抓出女子雪白浩腕 扣住 杜颂银绿色能量 薄叶姬身上弹起一道金光 把轻木护法震飞 她身躯迅速崩解 化作绿色光点 而请 绿色光点重新凝聚成老者 杀贼国外 轻木护法 脸色凝重 什么 鸟摇红鹰脸色大变 惊呼出声 她终于明白无法拔除 持续磨灭生机的原因 作为万妖国新生代的护法 没有经历过当年的佛妖大战 但二十年前的山海关战役 她是参加了过的 杀贼国外 是罗汉三大国外中 最具攻击力的国外 号称菩萨之下 佛门最强杀法手段 杀贼国外的最大特点 不死不休 本护法也无能为力 轻木护法摇摇头 只能请国主出手了 杀贼国外的力量 非要是能医 必须用相等位格的力量 才能对付 可国主出海了 不在九州大陆 佛门如今拥有 杀贼国外的罗汉 只有杜厄一人 他 他怎么来南疆了 佛门大小城之争 已经结束了 红鹰脸色难看 国主若是赶不回来 业绩长老该怎么办 一时间没人回应 白猿护法和轻木护法 神色凝重 轻木护法低声道 他只能两天时间了 两天之后 杀贼国外的力量 会摧毁他的肉身和原神 就在这时 那男生想起 床上的家人 被刚才的动静惊醒 缓缓睁开眸子 一双勾人的狐媚眼 叶姬长老 红鹰等人围上去 叶姬目光转动 扫过众人 声音平淡中透着虚弱 你们来了 轻木长老点头 沉声道 叶姬长老 伤你的人可是杜厄罗汉 叶姬轻轻摇头 是阿苏罗 阿苏罗 白元和红鹰两位 新生戴护法相识一眼 从彼此眼里 看到了疑惑 这个名字 闻所未闻 活了无数岁月的 轻木长老 脸色陡然大变 阿苏罗 修罗王幼子 他不是早就陨落了吗 叶姬亦是困惑茫然 无法回答 红鹰问道 轻木护法 阿苏罗是谁 轻木长老脸色变幻 隔了一阵 才缓缓道 阿苏罗是阿修罗的 另一种叫法 他是一个称号 只有修罗族中 最强大的战士 才能拥有 上一代的阿苏罗 是修罗王 自从修罗王 被佛陀以风魔 钉阵在阿兰陀山底 生死到宵后 修罗王的幼子 便成了新一代的阿苏罗 他目睹了 父亲和兄长的惨死 为了族群的延续 带头皈依了佛门 最后修成罗汉谷位 他非常强大 在当时被誉为菩萨之下 佛门站立第一人 阿苏罗本身 就是极其强大的战士 皈依佛门后 苦修金刚神功 凝炼金刚体魄 而后因修行金刚法相失败 专修禅师体系 得正杀贼果位 罗汉果位加金刚体魄 仅时听其描述 红阴护法 就能想象那位阿苏罗的 强大和可怕 白元护法道 他后来陨落了 青木掌老点头 当年的佛妖之战中 他被我们的国主 亲手斩杀 说到这里 浑身绿色的老者 看一下业绩 道 奇料他竟没死 这可比独厄罗汉 要棘手多了 国主谋划的事 恐怕难以继续 前一个国主 指的是当年万妖国的国主 后一个国主 指的是如今的国主 当年的公主 叶姬望着红阴 道 红阴护法 见到雄王了吗 可有请他出山 见众人看来 红阴苦笑摇头 雄王要睡觉 不愿意跋山涉水 我没能请动他 不 我甚至不敢靠近他 雪上加霜的情报 青木护法叹息一声 围巾之计 是想办法拔除 叶姬长老体内的力量 保命要紧 叶姬撑起身子 道 等先出去 我要联络娘娘 红阴护法等人 如释重负 退出了石窟 叶姬掀开青球 从床底拉出一只木箱子 取出一尊八掌大小的 胡头青铜香炉 一根黑色的香 他搓亮黑色的香 插入香炉 青烟鸟鸟 叶姬深吸一口气 将青烟吸入鼻中 而请 一股强大的意志 从他体内苏醒 左眼的青光一出 右眼如长 杀贼果位 娇媚性感的声线 从他红唇里飘出 你遇到了谁 叶姬低声道 娘娘 我在南法寺遭遇了阿苏罗 他竟没有陨落 昨夜我潜入南法寺 探查阵法位置 做最后的确认 看见了守在阵法之外的阿苏罗 当时我与他相隔甚远 他仅是一声冷哼 便将我击伤 若非我顿数高超 怕是回不来了 九尾天狐默然片刻 择了一声 娘当年没有杀死他 我明白了 是掌控大轮回法相的 广贤菩萨保住了他 送他转世重修 只有这样 他当时才有一线生计 五百年后归位 业姬愁眉不展 请娘娘救我 解映神书的计划 恐怕难以执行了 除非娘娘回归 九尾天狐笑道 我可就不了你 我的意志可以压制杀贼果位 但你无法一直承受 我的意志俯身 两日之后 必死无疑 至于我们的计划 云州逆党已经称帝 中原的正统之争 蓄势待发 加罗树菩萨必定出山 而佛门损失了 杜南和杜凡 以及杜秦罗汉 琉璃菩萨被兼证打伤 广贤和杜秦 坐镇阿兰陀 南疆佛国 正是空虚之时 现在不解开封印 更待何时 业姬苦涩道 奴婢死不足惜 只是 只是雄王并未如约而来 以我等微末道横 纵使粉身碎骨 也无法完成 娘娘交代的任务 九尾天狐笑盈盈道 你可不想死 你现在惜命着呢 叶姬脸色微变 九尾天狐继续道 那只懒熊不来便不来吧 本座给你找了一位帮手 吉月就到 耐心等待着吧 伺候好他 或许可以救你一命 叶姬警惕道 谁 九尾天狐醋狭笑道 道是便知 泽泽 如此花容月貌 本座早就准备好 代价而沽 安心等待吧 叶姬左眼的青光收敛 黑色的香西面 她盘坐在桌边 沉默许久 脸色略显沉重地 把香炉和香收好 随后吩咐视力 在石窟外的妖女 去请三位护法 等红英等人返回 叶姬坐在床榻 语气冷淡 娘娘说 近期会有人来相助 而等耐心等待 三位护法神色一喜 红英追问道 是何方神圣 叶姬脸色更冷 淡淡道 不知 咦 叶姬长老似乎很不开心 红英敏锐察觉到 她的态度变化 白元看她一眼 道 叶姬长老 红英问您 为何不太开心 叶姬醋眉 望着红英 不约道 多事 鸟腰张了张嘴 无言以对 浮屠宝塔内 白姬趴在第三层的窗户边 两只小爪子 死死抓住窗框 半个身子垂挂 她兴奋地扭头 下面就是十万大山边缘区域了 说话间 两只后只在墙上寡蹭几角 哀求道 许其安你抱抱我 我好累 许其安是个善解人意的 捏住她的后颈 把她提在半空 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 很难受的 白姬四肢胡乱扑腾 许其安没搭理小狐狸的抗议 俯瞰着下方的地貌 她一度怀疑自己 来到了原始森林 下方群山连绵 茂密的树林 几乎遮盖了地表 发达的水系宛如金落 遍布山林 这应该算是山地吧 只不过面积太大了 到处都是山 到处都是原始森林 气候很舒服 不冷不热 如果大凤的百姓能逃到这里 就能免受寒灾之苦 可惜南疆十万大山 离大凤疆域太远了 这个年代 交通并不发达 不可能有灾民 能徒步走到这里 许其安思绪万千 感慨道 这就是你们南腰历代 生活的十万大山 真是宝地啊 资源充沛的难以想象 如果大凤能打下这片领地 光是木材资源 就取之不尽 福 许其安回头看一眼 向塔林老和尚 请教佛法的木楠之 压低声音 快说 业绩姐姐在哪里 第十二章 沈绳暴怒 京城 沈绳听闻了一个噩耗 宝贝儿子又要参军出征了 对于文化水平不高 目光短视 自认为小仙女的沈绳来说 战争就是死亡的代名词 象征着家破人亡 象征着白发人送黑发人 今年秋 许二郎随军北征援助妖蛮 沈绳连着一个月吃不好睡不着 半夜突然惊醒 梦到二郎死于禁国铁蹄之下 许平致意开始细心呵护 温言软语的安慰妻子 时间久了 心里就吐槽 二郎每天都在你梦里死一次 你能别诅咒他吗 温暖的厅里 烛光璀璨 一家人围在桌边享用晚餐 许二郎自信满满地说道 娘 你放心 我现在是七品忍者 沈绳一听 问道 七品忍者有多厉害 许二郎沉吟沉吟 道 儒家七品体会仁义 树立道德 但没有战力加成 嗯 非要说的成长的话 就是我能愈发地坚守本心 不被财色酒气诱惑 沈绳 淬了一口 那还不是个文弱书生 我倒宁愿 你被酒色财气诱惑 大郎以前老实巴交 就很没出息 天天去教方司后 就成了名誉天下的巡逻 许二郎被噎得说不出话来 这时 丽娜咽下嘴里的食物 道 二郎兄弟 你何时出征 我随你一同南下 徐二郎审视着他 你 是我家的米饭不香了吗 丽娜精致的脸庞 露出无奈之色 许宁燕昨日联络我 说去南疆办事 可能要去一趟谷足 希望我能带路引荐 唉 我舍不得离开京城 离开大家 你是舍不得我家的白米饭吧 徐二郎心里付费 呕了一声 考虑到丽娜的饭量 道 随行可以 但钱粮自卑 军粮不能被他白白浪费 沈身美眸一亮 拍着丰满的胸脯 路上的盘缠都该由我们负担 这个南疆来的饭桶 终于要走了 他一个人的伙食 抵得上徐府十个人 而且 一旦丽娜回南疆 林英就不用习武 就能送进宫里读书 前阵子 太傅不停地派人送帖子 想收林英做关门弟子 但都被徐二郎已顾及 太傅性命安危 给推了回去 在沈身看来 太傅这样的文坛执扭而折 是林英通往知书打理道路上 不可缺少的粮食 丽娜话锋一转 道 我想带林英回南疆 他体内的利骨 已经进入第一阶段的成熟期 我想在他进入第二阶段前 让他吸收骨神的力量 这很重要 直接关系到 林英未来的潜力 另外 我收了一个超级天才做徒弟 阿爹合作人 知道了 一定很开心 他想带徒弟回利骨步 炫耀一番 不行 沈身筷子往桌上一拍 大声反对 确实不行 许二叔以中肯的语气 给出评价 可是许宁业已经答应了 他说 林英潜力这么大 就该在耳时打下基础 以林英的天资 将来一定会成为 立拔山稀奇盖世的霸主 就像我爹那样 用你们中原人的话说 将来是要名垂青史的 丽娜说 立拔山稀奇盖世 沈身一听 脸都绿了 不 到时候史书上只会写 许林英有霸主之姿 然创业 未办随时远行 中途夭折 许二郎摇摇头 丽娜拍着小胸脯 用自己质朴的语言券说 放心 我会照顾好林英 带着她顺利抵达南疆的 我们最不放心的 就是你带着她 傻姑娘带蠢孩子 能长途跋涉回南疆才怪 许二叔心里嘀咕 沉声道 如今世道大乱 你一个小姑娘 带着林英去南疆 途中必定遭遇不测 丽娜立刻拍胸脯 我已经四品了 许二叔猛了一下 顿时露出犹豫之色 如果丽娜拥有四品战力 那确实没什么问题 而且我还能和许宁业实时联系 她如今也在南疆 真要遇到麻烦 会来帮忙的 丽娜道 为了证明自己没有说谎 丽娜忽略了金莲道长的嘱咐 众目睽睽之下 取出帝书碎片 联络许七安 她把家人的反对传书 给许七安 但丽娜忘记了私聊 直接在帝书群里说了此事 二 冒号啥 丽娜要带林英南下 他们不会一路向西吧 四 根据丽娜来京城时的凄惨遭遇 不排除这个可能 二 是啊 以林英和丽娜的智慧 好好待在京城 许词就给不识字的母亲 翻译着上面的信息 丽娜则解说 二号四号三号分别是谁 三 无妨 他们先随二郎抵达青州 随后往西南方向去宇州 这样只要徒步走一千里左右 就能到南疆 我们只要保证 他们在宇州时的安全 其实以丽娜的实力 根本不用担心那么多 适当的磨练 对他们都有好处 我会让孙师兄暗中照拂 丽娜 你把我的话 转告给二叔和二郎 丽娜刚想说 他们也在看 又见许契安传书 三 不过 还是要叮嘱一声 不要相信任何人 千万不要被骗 二 一定不要被骗 四 小心不要被骗 六 注意不要被骗 一 警惕不要被骗 我的天啊 五号是有多蠢 李林素惊呆了 丽娜脸色胀红 又羞又气 刚要结束传书 立刻就看到许契安的下一条传书 三 林英的天子伟是不错 不修行利谷就是暴殿天物 我家婶婶是蠢货 怀抱不切实际的梦想 认为林英能知书达理 一家人都笑话她 就是不说出来 李妙真看到后 立刻搭查 二 许家婶婶确实傻得可爱 常让你妹妹耍得团团转 四 许家婶婶爱女心怯罢了 许二郎本着翻译之后 大哥要比我更惨的心态 给母亲翻译 丽娜看了一眼脸色铁青 杀气腾腾的婶婶 小心翼翼的传书 五 许 许家婶婶在边上看着的 帝叔聊天群陡然一镜 然后再没声息了 婶婶把卡兹兰大眼睛瞪得滚圆 先刮一眼丽娜和帝叔碎片 再狠狠刮过许二郎和许二叔 咬牙切齿道 笑话我 最后锁定许凌月 耍我 许二叔和许二郎连忙摇头 许凌月细声细气 带着点委屈道 都不知道李道长他说什么 明明借宿家里时 女儿和他处得还不错 婶婶轻易信了女儿 毕竟是自己生的 织女莫若母 就这好欺负的模样 能耍自己 她哼道 下次不让她住家里 但许凌月那个兔崽子 有一点是说对了 转头对儿子和丈夫开炮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们都在笑话我 你们信许的 没一个好东西 这让我怎么做人啊 李妙真捧着地书碎片 脸颊火烧火燎 背后说人是非 非君子所为 楚元整则 满意自己恪守君子品性 没有在背后说人坏话 尽管她对许凌英的朽木南雕 充满了槽点 李灵素则在某间客栈里 笑出猪叫声 她也不知道 自己为什么如此高兴 就是觉得无道不顾 丽娜这个蠢货 回头问问金莲道长 地书碎片有没有拉黑功能啊 浮屠宝塔里 许几安狠狠吐槽 收好的书碎片 她揭取刚才的话题 带我去找你的叶姬姐姐 白姬啄一下脑袋 连忙小声说 我们已经进了十万大山地界 你快别用浮屠宝塔 会让佛门的人发现的 不至于吧 许几安低头 看了一眼苍茫的群山 没有半点人烟 白姬却坚持己见 说道 佛门当年把我们赶出十万大山后 便大规模地迁徙的西域人 在妖族浮渊辽阔的领地里 建了二十七座城 每座城都有一座佛寺 而每座佛寺里 有一口金钟 遇到危机时 敲响金钟 其他二十六座佛寺内的金钟 就会有感应 能迅速增援 五百年的繁衍生息里 佛门以二十七座大城为核心 又建了许多小城小镇 佛门僧人 时常往返这些城镇 诵经讲法 浮屠宝塔的气息太恢红 佛门僧人在极远之处 就能感应到 你不要打草惊蛇呀 许几安嗷了一声 评价道 你家娘娘的义务教育 普及得不错呀 白姬平时傻乎乎的 完全是心智初开的孩子 也就比自家的灵姻聪明一些 但涉及佛门的知识 他的底蕴和基础非常扎实 是完全吃透嚼烂那种 而非照本宣科的背诵 仅从这一点 不难看出 万妖国极为重视 对后代妖族的思想建设 谨记仇恨 勿忘国耻的思想 深入妖心 我打算遇风赶路 兰芝 你在塔里歇歇 他要撕会老情人 穆兰芝当然不能在场 与唐主要懂得规避风险 穆兰芝只知道 许妻安来是位履行 和妖族娘娘的约定 解开风魔钉 并不知道浮香的存在 不要 我从未来过南疆 正好游玩一番 好吧 当即让浮屠宝塔降落 许妻安背着穆兰芝 脑袋上趴着白鸡 在树梢间倾听点水 苗友方还没到华境 无法施展这般举重若倾的轻功 在林子里狂奔跟随 夜色凄迷 头顶洒下清冷的月灰 穆兰芝双臂 搂住许妻安的脖子 凉风迎面来 她眯起眸子 眺望着无边无际 看不到尽头的森林和高山 都是山呀 穆男之男男道 我喜欢这里 你呢 花神转世 对植被覆盖的大地 充满了归宿感 见许妻安不说话 她心里不高兴 哼哼一下 将来我不想游离江湖了 就来这里定居 咱们从此分道扬镳 她常常说类似的话 以此来施加危机感 但许妻安每次都不理她 穆男之气得咬牙切齿 傲娇的性格 又不容许她服软 所以时常打冷战 我现在就想在这里定居了 穆男之赌气道 哦 你挨住不住 关我什么事 许妻安冷酷无情 穆男之仰起巴掌 打了她脑壳一下 忘记了趴在她头上的小白狐 子子 小白狐受到突如其来的攻击 发出尖锐的叫声 冷静下来后 委屈道 以你干嘛又打我 我都没说话 穆男之有些愧疚 便揉了揉她脑袋 冷冰冰地说道 我不想走了 我要回浮屠宝塔 就等你这句话 许妻安连忙寄出浮屠宝塔 将她收入其中 搞定 许妻安心满意足地收起宝塔 除了洛玉恒那条大鲨鱼 其他鱼儿她都有办法应对 接着 她按照白鸡的指路 在十万大山边缘地 带玉空飞行 十万大山核心地区 是当年万妖国的国都 万妖山 如今万妖山更名为南国 归于南法寺统治 27座大城 以南国城为中心 朝四周辐射 十万大山的边缘区域 没有城镇 因为这片山地幅员辽阔 佛门没有那么庞大的人口 来占领所有区域 同时 因为地形的缘故 很多地方 根本不适合人族居住和生存 这也就给了万妖国 余孽潜入的空间 时至今日 有许多妖族 偷偷潜回了十万大山 在边缘地带活动 佛门对此心知肚明 但一直没有理会 并非仁慈 实事不能 自古以来 战争中最艰难的 不是攻城拔寨 而是后续的游击战 当男妖们失去领土之后 他们就成了光脚的 可以肆无忌惮 白基还说 十万大山边缘地带 共有十二座妖族组织的极镇 有的在天然的溶洞里 有的在险峻的深山里 有的在湍急的河流边 这些极镇最大的特点 就是简陋 随时可以抛弃 他们的优点 则是具备一定的号召力 相当于标志性建筑 可以短时间内 聚集起万妖国的族人 属于军事基地 一旦发生战争 这些极镇能迅速组织起兵力 许其安恍然大悟 这一路行来 他没有看到任何人烟 十万大山 应该是九州大陆 规模最大的山地地形 这里并不适合人类居住 充斥着毒虫猛兽 瘴气 难怪会成为一方妖国 十万大山 其实不适合人类大规模群居 缺乏耕种土地 只适合打猎为生 这样会让人类文明 倒退回狩猎时代 当年佛门不惜清朝而出 也要灭南妖 其实违背了战争的核心目的 所以 这其中必然有 另一个真正的目的 是气韵 九尾狐说过 十万大山 凝聚了九州大陆妖族的气韵 能封印神书 大胆推测一下 佛门不顾一切 灭亡万妖国的真正目的 是为了掠夺气韵 如果是这样的话 气韵这东西 比我想象的更加重要 乌神教和佛门 试图染指中原 为的应该也是气韵 而儒圣 却封印了他们 术士体系 与气韵息息相关 居然回忆着自己熟知的信息和隐秘 冥冥中 只觉得有灵感即将迸发 似乎触摸到了某个极其可怕的真相 但那过于模糊 一时间又无法准确地捕捉和归纳 这时 白鸡抬起爪子 指着遥远处的一座山谷 欢呼道 就在那里了 第十三章 半步武神夜鸡长老又昏迷了 黎明时分 红鹰站在山谷南侧的崖顶 琥珀色的树桐 俯视着远山 他拥有极强的夜视能力 即使是在没有月光的黑夜 也能在高空中捕捉到苍蟒密林中的目标 夜鸡长老在南法寺遭遇了阿苏罗 难保对方不会顺藤摸瓜地找过来 保持警惕是必要的原则 雷公嘴的白鸢站在树下 澄澈的蔚蓝眼睛看他一眼 道 你的心告诉我 停停停 红鹰连忙打断 露出和善笑容 窥探别人内心想法 是一件很不礼貌的事 他强行收束念头 不让自己在心里破口大骂 白鸢缓缓道 你越来越像人族的官僚 喜欢左右逢迎 谁都不得罪 但你忘记自己 是骄傲的赤鸟一族 是天空中的王者 红鹰从善如流 你说的对 这是我的毛病 我一定改 白鸢看他一眼 可你的心告诉我 人类官僚那一套 能迅速积累妖脉 攀附关系 从而得到好处 即使得不到好处 也不会有坏处 愚蠢的猴子 只能在山中称大王 粗鄙 红鹰嘴角狠狠抽搐 他不喜欢圆护法 就是因为 这只臭猴子 能看穿人心 好在红鹰也不是脸皮薄的 妖身精力丰富 不动声色地岔开话题 青木护法说 业绩长老只有两天可活 也不知道 国主说的帮手是谁 白鸢沉银片刻 回复说 二十年前 山海关战役 与我们万妖国结盟的是 巫神教 北方妖族 蛮族 古族 北方妖族与我们虽不同之 但同为妖族 可能性极大 巫神教和古族的高手 也有可能 嗯 国主说 那人可以救叶鸡长老 那么 巫神教高手的可能性最大了 巫师的血灵术 或许可以消弭 杀贼果位的力量 叶鸡长老和许其安的关系 以及九尾狐的谋划 他们这些护法 没有资格知道 他们甚至不太了解 大凤许银罗这好人物 难将十万大山 和大凤相隔遥远 且不相往来 消息闭塞 突然 红鹰声音一沉 有人接近 他死死盯着远处夜空 过了几秒 他又突然疑了一声 白鸡长老 气息节节攀升的白猿 忽然卡壳了一般 疑惑地扭头看他 红鹰解释道 白鸡长老 带着一个男人回来了 男人 嗯 似乎不是巫师 而是个武夫 红鹰凝视着远方 武夫 白猿愈发困惑 红鹰没再回答 因为那人遇风的速度极快 离两人所在的山头不足百丈 这个距离 白猿自己就能看得清楚 啪哒 许七安降落在山头 扫了一眼前方的两名妖族 没有说话 红鹰护法 袁护法 白鸡 趴在许七安脑袋上 开心地挥舞两只前肘 用软弩的铜声喊道 白鸡长老 你怎么在这里 红鹰护法诧意道 我奉娘娘之命 返回南疆 来助夜鸡姐姐 白鸡娇声道 这位是 红鹰和白猿同时看向许七安 只要有点脑子都知道 国主口中的援兵 肯定不会是白鸡长老 他还是一只狐狸幼崽 许七安覆手而立 神色平静 既不冷漠 也不热切 凸显一个云淡风轻 已显示高手风范 白鸡娇声介绍 这位是许银罗 大奉许银罗 可听过 红鹰和白猿相识一眼 前者恍然道 阁下便是崛起于 金茶之年的大奉风云人物 号称铁口直断的破案奇才 白猿则说 身陷牢笼 却能堪破奇案 在云州独挡数万叛军的许银罗 许七安心说 这都什么老黄历了 你俩 是村子里刚通网吗 白鸡趴在他耳边 小声嘀咕 两位护法只负责南疆事务 从不出十万大山 对大奉的事并不关注 这时 雷公嘴的白猿咒没道 许银罗堪破奇案 在云州独挡叛军 是去年年末之事 不算老黄历吧 另外 何为村通网 许七安吃了一惊 你能看穿我的想法 白猿点点头 看穿人心 是我族的天赋神通 另外 我年幼时 作为妖奴在两禅四福意 偷学了佛门的他心通 佛门他心通 外加知晓人心的天赋神通 许七安审视着白猿 默默收敛了念头 许银罗氏 LSP这种事 绝对要对外保密 以他三平静的精神力 收束念头不让外人窥探 还是能做到的 叶姬姐姐呢 小白胡问道 红英满脸发愁 叶姬长老前夜 暗叹南法寺 被修罗王幼子阿苏罗打伤 那阿苏罗正的杀贼果位 力量极其霸道 无法拔除 如今叶姬长老 只剩一天可活 娘娘说 近日会有高手前来相助 说吧 看一眼许七安 一脸崇敬地说道 莫非就是许银罗 边上的白猿蛋蛋道 红英的心告诉我 不会就是这小子吧 称死了是个四品 别说旧叶姬长老 给阿苏罗色牙缝都不够 红英脸色微变 露出尴尬而不失礼貌的笑容 原护法什么都好 就是在佛寺里待了太多年 染上了耿直的毛病 一个很擅长交际的鸟腰 一个能看穿他人内心想法 但耿直得过分的猿猴 许七安在心里 给两名护法打了标签 我与业机长老师顾骄 领我去见他 另外 我的跟班还在后头 劳烦红英护法去接一下 他叫苗友芳 有白鸡背书 两位护法相信了他 白猿领着许七安进山谷 红英则化成一只赤色巨鸟 飞掠而去 两位护法认为 国主口中的帮手 与眼前这位大凤银罗有关 或许是这位银罗背后的人 他只是那位高手派来 探路的马前卒 一人一腰 轻飘飘落在谷内 白猿带着他进入洞窟 穿过不算幽深的涌道 抵达了石窟口 许七安把石窟内的摆设过了一遍 愣了愣 这里的布局 与教方私隐梅小哥的卧房一模一样 恍惚间 他仿佛又回到了京城教方私 那是他最惬意 最开心的日子 原来我的一部分时光 留在了福香这里 叶姬姐姐 白姬从许七安头顶月下 四肢如飞 跑到床边 用力一跃 小肚子不出意外地撞在床檐 后肢用力扑腾几下 终于上了床 他似乎嗅到了危险 没有鲁莽地 去触碰床上的美人 许七安的目光追逐着他 然后落在床边 一名浑身都是绿的老者身上 他握着一根藤蔓缠绕的手杖 处在庙林女子额头 迎绿色的光辉 如流水般汇入 见到有外人进来 绿发绿眉绿须的老者 收了拐杖 目光温和地望来 白元介绍道 这位是大缝的打羹人 许英罗 接着又介绍青木护法 青木护法 是我们妖族里的老兽星 活了几千年 据说是看着上一任国主长大的 咱们现在的国主见了他 都得撑一声演演 修为不算高 但辈分高的下人 不是本体 由牧林凝聚而成的法身 许七安心里做出判断 作一道 见过青木护法 青木护法连连摆手 成黄成恐 不敢不敢 阁下乃超凡武夫 唤老朽一声轻木便可 超凡武夫 他就是国主找来的帮手 而不是替背后之人探路的马前卒 白元瞬间睁大了蔚蓝色的双眼 难以置信地看着许七安 情报没出错的话 许七安确实是经查之年崛起 而且情报上说 此人乃断案奇才 没说是修行奇才啊 不 再怎么样的奇才 也不可能在短短一年多里 从一个小人物 静生超凡 白元心里一动 有了猜测 眼前之人并非许盈罗 而是冒用了他的名号 以我如今对契机的掌控程度 一般人可发现不了我的真实境界 妖族里各个都是人才啊 许七安微微汗手 不承认不否认 老朽只是对生命极为敏感 阁下气血宛如汪洋 只有超凡境 才有此等磅礴的生机 青木护法 无比攻迁 许七安点点头 没再闲聊 让我看看他 青木护法当即退后 让出位置 许七安顺势坐在床边 打亮着昏迷的美人 眼里有着惊艳 相比奇影梅小格那位 大家闺秀韵味的美人 眼前的浮香 完全是另外一个人 脸颊弧线在下额交汇 勾勒出一张妖媚的瓜子脸 红唇小巧 唇半却风盈 天生就是勾引人的 鼻子挺秀 睫毛如扇 眉毛修得又长又直 眼角一抹飞红 许七安的鱼塘里 没人比他更妖媚 妖女就是妖女 许七安心里黑黑一声 目光随之下移 扫一眼高高撑起薄辈的胸脯 然后抓起浮香的手腕 不 金色的波纹应激震荡 推撞在许七安胸口 如同海浪撞击礁石 无法撼动分毫 看到这一幕 袁护法彻底相信 眼前这个许盈罗 是三品无疑 杀贼果位的力量 绝非四品竞节能扛住 如何 旁边的青木护法问道 不等许七安回答 白元护法说道 他的心告诉我 这具身体我很满意 今晚就圆防 说完 白元护法一脸震惊 与青木护法站在一起 戒备地盯着许七安 我特抹得 许七安连忙收束念头 咳嗽一声 我能拔出他体内的杀贼之力 你们先退避 青木护法和白元护法默默看着他 脸上写着想都别想四个字 也罢 许七安寄出浮屠宝塔 巴掌大的暗金色宝塔 悬浮在床榻上空 浮屠宝塔 青木护法声音忽然尖锐起来 白元不认识这件法宝 但能感受到 他蕴含的佛法之力 他们看许七安的眼神里 戒备之色欲浓 已经开始怀疑 他是不是国主口中的帮手 青木护法默默地握紧手里的藤蔓拐杖 白元护法脸颊长出白色毛发 洞窟里的女妖们也如临大敌 白鸡站在床边 抬起一只前肘 用力挥动一下 叫声道 别怕 浮屠宝塔是我们的妖 不 是我们的法宝 石库里的众妖 脸色稍稍缓和 暗纳住困惑和好奇 没有多问 这个时候 许七安已经沟通塔灵 请他施展药师法相的力量 帮忙拔出杀贼之力 袖珍版的浮屠宝塔 缓缓转动 洒下柔和的金光 叶基沐浴在金光中 妖妹勾人的模样里 多了几分神圣 杂柔出奇异的魅力 药师法相 青木护法轻声说道 他对此并不意外 身为寿命悠久的树妖 他对浮屠宝塔 有着很深刻的了解 叶基的脸色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红润 气息变得平缓 折磨着他的杀贼之力 宛如春雪消融 他毕竟没有遭到 阿苏罗的正面攻击 至多是受了些余波 以浮屠宝塔的位格 驱除不难 好了 许七安收好浮屠宝塔 白元护法 立刻看向青木护法 后者微微点头 给予确认 两人再无任何怀疑 超凡境 就好了叶基长老 又有白基长老背书 此人便是国主说的帮手 白元护法 蔚蓝成车的双眼 盯着许七安瞧了一阵 没能听到他的内心 顿时有些失望 英明 这时 叶基身影一声 眉头微皱 睫毛动了动 接着睁开眼睛 他首先看到的是一个模糊的人影 在一戏变 似是男人 想到娘娘昨日说的话 心里一灵 油然而生焦虑 戒备和抗拒等情绪 醒了 那人影笑道 煞时间 叶基仿佛被雷电击中 浑身僵了一下 他正正地望着坐在床边的男人 如寒秋水的毛子里 泛起了水雾 许狼 他喃喃道 语气宛如梦意 朝思夜想的人 居然如此轻易地出现在眼前 这让他怀疑自己此刻所见 只是大梦一场 真的是你吗 大概是确认了不是梦 叶基从床上坐起来 激动地拽住许七安的手 容光焕发 连声道 许狼 许狼 当然是我 尺寸没变 要不你量一量 许七安用更符合以前人设的话回应 他们以前在尹梅小阁的卧房里嬉戏时 常说婚话 互相调侃 叶基白皙的脸颊 浮现两抹红韵 脆了他一口 他撑起略显虚弱的身子 半依偎在许七安怀里 语气里带着久别重逢的喜悦 以及满肚子困惑 许狼怎么来了 如何找到这里的 在叶基的认识里 许七安还是那个无品化敬舞者 身陷巨大阴谋中 前途渺茫 他死后 回到娘娘麾下 两人之间隔着千山万水 相见之日遥遥无期 袁护法张了张嘴 脑子微微错乱 这位大凤的银罗 真的是叶基长老的男人 万妖国主座前 侍奉的叶基长老 竟然找了一个人族的男人 这件事传出去 不知多少熊妖要震怒 他知道这是真的 因为叶基长老的心告诉他 他想发情了 轻木护法摇头失笑 我算明白了 你们南疆这边根本没通往 许七安道 你半点都不知大凤之事 转念一想 他斩杀远景帝 满打满算 也就两个月左右 更别说后来游历江湖途中的事迹 比如夺取浮屠宝塔 斩杀杜凡杜南两名金刚 这些事就发生在最近几日 没有一个庞大的情报网 根本不可能知道 叶基摇摇头 万妖国的妖众 有各自负责的区域 我回到娘娘身边后 便被派来治理南疆的妖族 替他监视南国的一举一动 探查神书残枝的封印位置 中原非我管辖之地 消息不通 我想打探许狼的情报 都没有相应的人手和渠道 分工很明确嘛 这既能提供效率 也是九尾天狐 对各地妖众的一种控制手段 许契安点点头 回答他的问题 我如今已是三品超凡 不死之躯 叶基猛住了 目光呆滞地看着他 许契安笑而不语 过了许久 叶基叹息般地吐出一口气 我早知 许狼飞池中之物 只是没想到 修为精进地如此可怕 我能想象中现在是何等风光 白姬见缝插针 顺着叶基的身子往上爬 叶基姐姐 抱抱我 抱抱我 叶基文言 微笑地抱起小白胡 搂在胸口 道 白姬和你在一起 许契安点头 随我游历一段时间了 白姬脑袋枕着叶基的胸 不安分地扭动几下 似乎有些不太适应 回头看一眼叶基的胸脯 表情不太满意 你怎么了 叶基问道 不舒服 白姬小声道 叶基一脸困惑 你以前最喜欢姐姐这样搂着你 她找到了一个更好的靠枕 许契安心说 叶基揉了揉小白胡的脑袋 继续说道 许狼就是娘娘请来的援兵 也是你治好我的 尽管这么问 但她心里已经非常笃定 难怪娘娘叮嘱她 好好伺候对方 如果是许契安的话 那一切都合理了 许狼是娘娘很重视的人物 她不会轻易得罪 说一说神书残枝的情况 我的事 荣厚在与你细说 许契安没在寒暄 直入主题 我们动用了许多被佛门控制的妖奴 买通了部分往返南疆和西域的商人 耗费极大时间打探到封印神书残枝的具体位置 业绩延展话题 解释了一下妖奴 佛门喜欢驯服我妖族 把他们当作做旗 劳力 修为高的族人 定期听经洗脑 修为低微的族人 则没人愿意耗费精力去度化 通常靠武力震慑 后者是我们可以暗中联络 策反的对象 许契安认真听着 没有插嘴 神书被封印在南法寺西院的古塔里 那座塔本身没什么奇特 但塔内有68名禅师 常年坐禅诵经 以佛法驱除神书魔性 加持封印 此外 琉璃菩萨亲自为佛塔克明 永振 此塔一而凝聚十万大山气韵 许契安择了一生 68名禅师组成的禅阵 非超凡境不可破 业绩点头 是的 原本我们打算请雄王出山 趁着佛门守备空虚 一举破阵 不料阿苏罗归位了 阿苏罗 归位两个字 让许契安心里一沉 因为这个词 通常用来形容 转世罗汉复苏 阿苏罗是修罗王幼子 既是德政杀贼果位的罗汉 也是具备金刚体魄的三品武者 业绩神色凝重地看了他一下 没敢说阿苏罗的强大 远超一位三品武者 哪怕已经恢复真身 在他面前 仍然不自觉地低头作小 像个好欺负的妾室 二加仨啊 许契安咧咧嘴 不管是杀贼果位 还是金刚体魄的武者 都是以功法著称 雄王是 许契安转问道 业绩之无不言 毫不隐瞒 雄王是我们妖族 目前除娘娘外 唯一的超凡妖王 他顺带解说了一下 妖族的阶级划分 万妖国的最高领袖 是我胡族的族长九尾天狐 他同时是南妖公主 国主身边 最少会有九位长老 巅峰时 有十四位长老 其中超凡净三人 长老之下 则是护法 长老在外时 便是国主的意志的传达者 长老通常由胡族中 选拔而出 胡族之外 有十二位妖王 万妖国巅峰 时有二十位妖王 当然 不是每一位妖王 都是超凡净 雄王是唯一在五百年前的 佛妖之战中 存活下来的妖王 大战爆发时 他正躲在地底睡觉 因而避过一劫 睡觉 许七安怀疑自己 听错了 业绩无奈道 雄王实在太懒了 他常常好几年 都不会动弹一下 一睡就是几十年 甚至上百年 还不行 每次他睡觉 就会拉着方圆树里内的 所有生灵一起沉睡 这是他的天赋神通 这特蒙是什么 见鬼的天赋神通 许七安无力吐槽 他算是明白 九尾天狐 为什么要找自己来帮忙 那位妖王国破家王的时候 都在睡觉 何况区区神书 许英罗打算如何行动 边上的白元护法 问了一句 不急 等我先刺探一下情报 说着 他伸手入怀中 轻扣一下地书碎片背面 抓住一面雕刻 繁复花纹的青铜镜 镜面缺损了半边 混账东西 把我取出来做事 快放我回去 浑天神静骂骂咧咧道 该做事了 不然我养你干嘛 许七安美好气道 为什么做事的总是我 你的那把破刀从来不用 到底谁才是你的本命法器 浑天神静怒斥 这 青木护法盯着镜子 端向了许久 忽然激动得老泪纵横 这是当年国主的浑天神静 浑天神静停止了谩骂 沉默一下 道 哦 是你呀老树精 五百年过去了 你还是没有一点长进 何时能踏入超凡啊 青木护法颤微微地下跪 痛哭流涕 拜见神静大人 想不到老朽有生之年 竟能见到神静重现天日 白猿护法成澈的蓝眸凝视着浑天神静 对他的身份无比好奇 更好奇的是 这明显在妖族有着崇高地位的铜镜 为何在大缝的银罗手中 叶姬睫毛颤了颤 压低声音 这是当年国主摆在梳妆台上的镜子 法宝浑天 我偶然间得到了此物 与你们国主做了一桩交易 等他出海返回 我把镜子归还万妖国 他助我解开两枚风魔钉 许七安边说着 边吩咐道 浑天 能定位万妖山吗 风魔钉 什么意思 什么叫解开风魔钉 这个疑问在夜姬 青木护法和原护法心里浮现 青铜镜面如水波荡漾 额寝 画面凝固 印出一座古叉 许七安眯了眯眼 看见古叉西院有一座高塔 塔顶隐约立着一道人影 往西 定位那座高塔 画音落下 画面向西院拉伸 放大 那倒立于塔顶的人影 被清晰地映照出来 它身高约九尺 钢铁般胶住的体魄 紧披了一件袈裟 露出大片大片的剑朔肌肉 皮肤是暗金色的 它双手合十 微微低头 看不清五官 脑后一轮赤裂的火环 火环核心 则是一道道 豪针般往外放射的金光 脑后火环是 金刚法相的特征之一 这一特征 同样出现在 修行金刚神功的 三品金刚身上 而脑后光轮 则是罗汉的象征 画面中的人物 同时拥有火环和光轮 意味着 它既是金刚 又是罗汉 与叶姬所说吻合 这时 画面中映照出的人影 缓缓抬起头 它五官丑则丑矣 却有着一股 难以言喻的鹦鹉 眉毛不未光秃秃的 眉骨高高闻起 以至于隐于眉骨之下的双眼 异常锐利 脸颊消瘦 面部轮廓冷硬 比例极好 偏偏五官其丑 组合起来的感觉非常怪异 许其安正感慨 一个人竟能长得如此丑帅 画面突然崩溃 魂天神静惨叫道 我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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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了一会儿 他又平静 赶紧说 好了 快让我回去吧 累死我了 眼瞎程度 比起上次窥视小医要轻 这说明 阿苏罗的修为 比他差远了 嗯 但也要比寻常的二品强大很多 许其安满足了魂天神静的诉求 时隔五百年 神静的性格变了呀 轻木护法 一时间难以适应现在的神静 他被广闲菩萨斩成两半后 气灵也跟着残缺 因此神神叨叨的 直到近来才恢复正常 但性格或多或少 发生了些许变化 许其安解释道 我明白 我明白 轻木护法连连点头 蕴含苍苍的双眼 出现一刹那的迷离 叹息道 五百年匆匆而过 当年万妖国的盛况 仿佛还在眼前 当年那一战太惨烈了 死了很多超凡强者 佛门和妖族都杀红了眼 鲜血染红整座山 族人的尸体堆满山谷 我们有二十位妖王 有十四位长老 还有数十万的妖众 当时九州大陆 能与我们南妖争锋的势力 屈指可数 可是佛陀太强大了 许其安本着探究历史的心态 附和道 超品究竟有多可怕 就连半部武神的九尾天狐 都败给了佛陀 叶基 白元护法 小白狐 都望着青木护法 青木护法 几乎从不谈当年的亡国之战 要不是今天见到魂天神境 大家根本没机会听那一段半尘封的历史 青木护法一愣 神色古怪地看着他 沉默几秒 老者缓缓摇头 国主不是半部武神 许其安悚然一惊 什么意思 第十四章 另有其人 这一刻 许其安有种固有的知识 被推翻得茫然感 万妖国主的位格 是半部武神 这在他的认识里 即使算不上根深蒂固 但也是一件比较笃定的事 五百年前的佛门 有一位超品佛陀 有四位一品菩萨 还有数量众多的罗汉和金刚 能在这样一个庞大势力的围剿中 竭力反抗 打得近乎两败俱伤 万妖国主必须是半部武神 只有这样才合理 如果万妖国主不是半部武神 那么整个甲子荡腰的历史 可能都是假的 整段历史都要推翻了 至于万妖国主 是超频武神的可能性 许其安认为是零 理由很简单 以五父的攻伐力和耐操性 如果万妖国主真的是超频武神 那么 即使佛陀联手巫神 古神一起围攻 可能换来的是 万妖国主意犹未尽的舔一舔红唇 不屑地说 就这 当然 这个猜测纯粹是许其安个人意想 超频之间的差距应该没那么大 可有一点是能断定的 那就是 佛陀根本不可能杀死一位武神 绝对不可能 万妖国主不是半部武神的话 那就只能是一品了 许其安正要表达疑惑 就听袁护法耿直地说道 许英罗的心告诉我 上一任国主如果是超频武神 他会舔着 袁护法没能把这句话说出完 因为他被许其安一巴掌拍翻在地 四肢一阵抽搐 抱歉 你头上刚才有蚊子 我已经给你打掉了 许其安朝袁护法点头 表示举手之劳 不用感谢 刚才受到的冲击有点大 下意识地展开各种脑洞推理 无法收束念头 羞他心通不羞避口禅 你是怎么活到现在的呀 猴哥 许其安无声地嘀咕一句 多谢许英罗帮忙驱赶蚊虫 袁护法爬起来 蔚蓝澄的双眼凝视 诚恳道谢 并试图继续聆听许其安的心声 倾慕护法追忆往西 道 万妖国从未说过 国主是半部武神 阁下是听谁说的 这问题难倒许其安了 就仿佛有人问你 谁告诉你 一加一等于二的 好在他来到这个世界 满打满算也才一年半 时间尺度就这么点 很快想起 自己第一次听说万妖国 三个字 是出任打更人时 京城复郭县泰康县 发生妖物识人案件 那妖物赶走附近的挥护 与同伙一起挖掘消食 秘密炼制火药 他和朱广孝宋庭峰查明真相 上报李玉春时 春歌推测 妖物极有可能是万妖国余孽 查案心切的许其安便记下来了 没多久 暴躁武僧恒远大师业闯平远伯府 杀了平远伯 走投无路之下 在帝书聊天群里寻求帮助 恰好当晚巡逻的许其安 便救下了对方 随后他提出等价交换原则 开始从天地会成员那里 打探万妖国的信息 对 是丽娜说的 丽娜说 甲子荡妖中 佛陀出手了 因为那万妖国主 是半部武神 我真傻 真的 当初不知道丽娜的为人 被他暗算了 许其安一口老血 同时 他想起了更多的事情 比如当时金莲道长隐晦的纠正说 万妖国主是一品 而非半部武神 可那会儿 大家都觉得金莲道长 只是地宗的一条败狗 他懂什么万妖国 肯定是同样出生在南疆的五号 更值得相信啊 谁能想到 败狗其实是地宗大佬 值得信任的五号 其实是个不大聪明的吃货 万妖国主是一品 许其安语气略有急促的追问 是 轻木护法点头 那半部武神是 许其安问完 平住呼吸 轻木护法缓缓道 神书大师 也就是 我们这次要救的人物 果然 许其安脸上露出复杂的表情 既有果然如此的恍然 也有居然是他的恶然 推翻半部武神 是万妖国主的结论后 真相立刻从许其安心里浮现 三条线索前所未有的清晰 一 神书是五百年前被送去京城封印的 万妖国是五百年前灭国的 时间点是如此的吻合 但许其安以前不能确定 神书是死于五百年前 也许早就被分尸了 二冒号万妖国对神书残枝极为重视 九尾天狐 不但把断臂送到他这里 还屡次出手相助 可是重视神书 不代表和神书有渊源 毕竟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九尾天狐 也许是想扶植一位敌人 对付佛门 三 神书的不死特性 断臂被封印在桑伯 但尽良觉五百年 没有外来力量补充 他竟然还没死 连超频的佛陀 都无法彻底杀死他 如此可怕的生命力 显然不可能是一瓶五夫能具备的 虽然许其安 没见过一瓶五夫的实力 但万妖国主 是一瓶妖族 妖族与五夫的路子是一样的 区别在于 妖族四品时 修的是天父神通 五夫修的是义 历史证明 万妖国主已经陨落 说明 佛陀能杀死一瓶五夫 儒圣把各大体系分为九品 唯独佛陀乌神等 存在超脱于品级之外 这一点就能看出 超品对付一品 绝对碾压极优势 那 那神书大师 和万妖国的关系 许其安深吸一口气 倾木护法摇头 我层次太低 如何知道 不过 国主和神书大师 必然是相识的 关系不错的道友 嗯 佛门的灭妖之战中 神书也不会站在万妖国这一边 许其安点点头 思考着各自细节时 忽听白元护法沉声道 倾木护法的心告诉我 老朽怀疑 国主和神书是老拼透了 石窟内陡然一惊 白元护法大吃一惊 被这条信息震到了 盲说 这是倾木护法说的 与我无关 倾木护法脸色胀红 墨绿色的头发一张张竖起 每一根头发都充盈绿色能量 他握住藤蔓拐杖的手 紧了又松 松了又紧 挣扎了片刻 倾木护法吐出一口气 老朽不与你一般见识 哼 没错 当时我们一群小妖 确实付费过国主和神书大师的关系 只是小国主是最好的证明 小国主是血脉纯正的九尾天狐 白元护法未蓝色的毛子 清澈不寒尘埃地看着倾木护法 淡淡道 你的心告诉我 所以老朽怀疑他们是老拼透 老拼透本来就没有名分 见不得人 石窟内再次安静下来 清木护法默默握紧藤蔓拐杖 开启了猎杀时刻 一白一律两道流光 追逐着冲出石窟 消失在天际 元护法的天赋神通 本身就能看穿人心 偷学了佛门的他心通后 便超出了四品镜的范畴 这让他有些难以驾驭 所以 时常不顾场合地乱说话 浮香 不 业绩低声解释 他这是时常乱说话吗 他这是放飞自我了 许七安恩了一声 没多做评价 叶姬吩咐石窟内的妖女 道 你们都出去守着 不禁允许 不得入内 待妖女离开 他见情郎思虑甚重的模样 柔声道 怎么了 许七安搂着叶姬紧致的小妖 却没有心情感受他美好的娇躯 脸色凝重地说 你可能不知道 佛陀早就被如圣封印了 什么 叶姬脸色一致 瞳孔微微放大 许七安能听见他心脏在这一刻骤然加快 如圣为什么要封印佛陀 如果佛陀已经被如圣封印 那么当年出手的是谁 叶姬心里一寒 莫名的冷意从脊背升起 让他打了个哆嗦 那就不能是如圣后来封印的吗 努力适应靠枕的白姬 文言后 插了一嘴 虽然他还是只幼崽 但智商好歹过关了 能听出这个秘心中蕴含的恐怖 叶姬微微摇头 如圣的寿命只有82 已经过去一千多年 而佛妖之战是五百年前 许王 这方面你擅长 你怎么看 秦郎在身边 让他觉得有了靠山 下意识地求助 许七安分析道 我有三个猜测 但都存在悖论 缺乏足够的线索 顿了顿 剑叶姬一双明眸柔柔凝视 他缓缓说道 要么是佛陀已经挣脱封印 要么当年出手的另有奇人 要么是神术一手 主导了万妖国的毁灭 佛陀和巫神是一起被封印的 巫神近来才渐渐挣脱封印 同为超品 佛陀应该不可能在五百年前 就挣脱了封印吧 如果是另有奇人的话 那就有点细思极恐了 但这个可能性不大 因为现在十万大山 被纳入西域版图 成了佛门的底盘 气韵加护于佛门 如果当年出手的是某位存在 那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总不是单纯地给佛门做嫁衣吧 至于神书主导的万妖国毁灭 嗯 如果这样 那神书又是被谁分尸的 佛陀都被封印了 还有哪位存在 能分尸半部武神 叶姬点点头 忧心冲冲道 娘娘知道 佛陀被如圣封印这件事吗 许七安沉印道 不好说 你们娘娘深不可测 我对她并不了解 但如圣封印佛陀之事 九州之者寥寥无几 若非儒家扛把子告诉我 我也不知道 还有这样的内幕 五百年前的甲子荡妖战役 迷雾重重 隐藏着更深层的秘密 白姬 联络一下你们娘娘 许七安道 白姬懒洋洋的不愿动弹 稚嫩童音说道 叶姬姐姐也能联络娘娘 你让她去干活吗 一个家庭里 活儿当然是年纪大的做 她作为最小的妹妹 就要负责 可爱就好了 姐姐们就会挖 小宝贝地叫着 对她爱不释手 各种投石 福湘也能联络九尾湖 许七安眉头一挑 审视着老乡好 昭阳生气 苗友方盘坐在山谷 面对熊熊篝火 嘴里咬着草根 红鹰手里烤着两只大鸟 他去接苗友方时 顺手捕猎来的 太客气了 太客气了 苗友方享受着贵宾级的待遇 有些不好意思 应该的应该的 苗兄是许英罗的弟子 那也是贵客 招待贵宾 让贵宾吃好喝好 是我方择无旁贷的义务 红鹰一点都没有四品高手的风范 像是一个擅长应酬的官场老油条 说话间 他见苗友方目光 不停审视洞窟口的两名女妖 当即招招手 你俩过来 两名女妖犹豫一下 迈不过来 红鹰护法有何吩咐 红鹰一脸责怪 道 鱼目脑袋 当然是招待我们的贵客用膳了 苗兄随着许英罗南征北战 是人族中的大人物 你们一定要好好招待 要是有不周之处 看我怎么罚你们 这只鸟妖竟然这么会来世 苗友方顿时有些飘了 摆摆手 过奖了过奖了 也就随着许英罗杀过几个金刚而已 我主要打打下手 是许英罗太强大了 红鹰眼睛一亮 苗兄 这可要和我们好好说说 原本不太乐意的两个妖女 也快速地坐下来 一左一右伺候苗友方 同样的清晨 许林英背上行囊 跟着二哥和老师 沿着战船伸出来的木板 走上了甲板 三艘战船 同搭载士族 将领 共三千人 大奉的军事制度 是未所制 未所制脱胎于前朝大洲的府兵制 未所制的优点在于 极大的减轻了国家的军费开支 且保证兵力分散在各州 既能迅速聚拢人马 平息叛乱 又能遏制某位将领首长兵权 拥兵自重的情况 所以 朝廷本次调兵遣将 京城地界的军队 只派三千人 其余兵员从其他州抽掉 林英 注意安全 沈沈在码头扯着嗓子大喊 遇到麻烦药 本来想说 要多听师父的话 陡然想起 师父未必比徒弟靠谱 许二叔盲说 要想办法联系大哥 许林英背着比他人还要大的行囊 用力点头 娘 我去打战了 周边的士族 码头的行人 纷纷愕然看来 战船里混进去一个小屁孩 本身就惹人注目 一听是去打战 许二叔大惊 怒道 你打什么战 你这趟是随师父回乡 莫要乱说话 小豆丁一直以为 自己是去打战的 一道道质疑的目光 远远地审视着许林英 蒙着面纱的许林月高声道 林英 身为许英罗的妹妹 你不要辜负大家的期望 煞时间 质疑和不满的目光 变成了热情和友善 一番纠缠后 师徒俩被许二郎领回了船舱 时辰一道 战船扬帆远航 许青年把右妹和丽娜 安排在隔壁的房间 叮嘱道 好好在房间里待着 莫要乱跑 不要惹事 丽娜 别人给的东西不要吃 不要接受军官的善意 虽然丽娜是四品高手 但贪吃和天真的性格 面对一些下散烂的手段 肯定无法抵御 嗯嗯 丽娜用力点头 她其实不怕毒 作为一个在南疆长大的姑娘 即使不是毒蛊不敌人 但贱毒和毒抗力 仍然出类拔萃 再说 能迷晕或毒死四品的毒药 过于珍贵 不是一般人能拿出来 丽娜觉得 徐二郎是个没什么见识的一介书生 没必要跟她解释这些 安置好两个女卷后 徐二郎回书房研读兵书 分析青州战局 另一边 丽娜扭头 就带许玲英出门溜达 一路来到甲板 迎着寒风 仕途俩眼里冒出小星星 这是他们人生中 第一次扬帆远航 姑娘 是许英罗什么人 身后传来问话声 丽娜回头 看见一个披甲方脸的中年人 矮小粗壮 目光灼灼地盯着丽娜和许玲英 你是谁 丽娜一口不标准的中原官话 进军营步兵百夫长陈骁 中年军官报权道 下时 曾随许英罗北上 调查写图三千里一案 刚才听闻 这位小姑娘 是许英罗妹妹 第十五章 魂天神境 我好拿是大锅的朋友啊 叔叔好 叔叔你姓什么 小豆丁一听 是大哥的朋友 憨憨的脸上露出纯真笑容 你可以叫我陈叔叔 陈骁也露出憨厚的笑容 早听说许英罗有两个妹妹 她下意识地摸兜 结果发现自己一身戎装 没有多余的东西可以给小孩 有什么事吗 丽娜单手按住徒弟的脑袋 微微摇头 小孩子就是小孩子 没什么心愿 像这种主动搭讪的男人 罪事危险 普遍都怀着不良目的 这一点 她从南疆到大风的旅途中 已经深有体会了 但她暂时没能想明白 这个叫陈骁的人 接近他们 有什么目的 两位本次随行 要去何方 陈骁问道 丽娜大声道 不关你的事 突然拔高的分贝 把陈骁吓了一跳 不知道的 还以为她要怎么这人家呢 环顾一圈后 无奈道 有什么事可以找我 当然 许大人自己就能解决大部分麻烦 她能明显感觉到 这个南疆姑娘的警惕和不待见 朝小豆丁热情一笑 转身返回船舱 什么 红银声音一变 几乎是尖叫出声 许银罗真的斩杀两位金刚 说实话 她刚才听苗友方说 斩杀两位金刚 以为对方是自吹自擂 但直接拆穿对方 是愚蠢的人 或妖材干的事 不符合她为人处事的风格 所以表现出很好奇 很敬佩的姿态 她完全没想到 这是听起来 似乎是真的 说谎可说不出 那么详细的细节 超凡之间的战斗 是普通人无法想象的 没亲眼见过 根本不可能描述出来 两位女妖捂住了嘴巴 是啊 可即使是许银罗 面对金刚和巫神教育师的攻击 也狼狈不堪 幸好她身边有我 苗友方手里的烤鸟都快凉了 也没顾上次一口 还是吹牛皮更重要 说实时那时快 我遇见而起 掏出魂天神镜 就是那么一招 震慑住了敌人 许银罗抓住机会 大发神威 打得敌人节节败退 左边的妖女突然说道 可你是武夫 怎么遇见飞行 啊这 苗友方顿时尴尬 短暂想不出解释之词 但红英即时出身 不悦地训斥女妖 你懂什么 以苗兄的本事 自然会有相应的法器飞溅 你区区一个小妖 莫要插嘴 女妖连忙低头 为自己的见识 浅薄至仪苗大人而羞愧 太会来世了 苗友方忙说 对对对 就是这样 红英兄 你留在这穷山恶水的南疆 实在屈才 不如跟兄弟我去中原闯荡吧 红英护法顺势说道 那就有劳中原大侠苗兄提携了 大侠 中原大侠 苗友方被挠到心窝了 浑身飘飘然 红英兄 相逢恨瓦 两人哈哈大笑 气氛融洽 洞窟里 叶姬取出胶柱成狐狸形状的青铜香炉 插上黑香 搓亮 檀香鸟鸟浮起 伴随着叶姬的用力吸气 檀香进入鼻腔 下一刻 他的左眼出现烟雾状的青光 鸟鸟挪挪地溢出眼眶 一股强大的意志降临 则则 老情人相聚 不抓紧时间亲热 喊我作甚 九尾狐不太正经的娇笑声响起 叶姬言嘴倾笑 莫非是想让我在旁为官 这可不行 本作还是黄花大闺女呢 你说话的口吻 可不像是黄花大闺女 简直不要太老司机 许其安无声地在心底吐槽 叶姬恭敬道 娘娘 奴婢从许婴罗处 得知一个天大的隐秘 事关重大 不知您是否已经知晓 只能唐突联络 请勿见怪 说完 叶姬扭头看一眼许其安 没笑道 机密情报 你小子修行不过一年半载 哪来的这么多机密情报 许其安没说话 看一眼叶姬的右眼 叶姬当即道 佛陀早在一千多年前 就被如圣封印 叶姬左眼的清光剧烈抖动 隔了几秒 九尾天狐的声音从他口中响起 前所未有的凝重 不 不可能 五百年前佛陀出手 我亲眼见证了那一战 不会错 许其安眉头一皱 笃定的语气说道 云禄书院的院长赵首 亲口告诉我的 如圣封印了当时在世的所有超品 除了早就消失的道尊 如圣封印了天尊之外的所有超品 业姬心如肋骨 砰砰跳动 有些难以消化这个隐秘 两条信息矛盾了 许其安把自己刚才的三个推测说了一遍 九尾天狐沉声道 你知道如何成就佛陀果位吗 他的语气前所未有的严肃 往常阉事魅形的口吻 荡然无存 许其安摇头 九尾天狐一字一句道 九大法相合一便是佛陀果位 我当年亲眼见到九大法相现世 必是佛陀无疑 世上不可能有第二位佛陀 神书走的是禅师 金刚和五夫禄子 但他最多只掌控了金刚法相 这样的话 当年出手的人就不可能是其他超品 也不是神书 直接把我后面两个猜测推翻 出手的人是佛陀 许其安撕了一声 佛陀五百年前就彻底挣脱封印了 先别急着下定论 想要清楚这一切 解开神书所有封印便可 嗯 神书的每一部分残肢 都蕴含他的残魂 浮屠宝塔内的神书 有多少记忆 九尾天狐说道 你倒是提醒我了 许其安摸了摸下吧 他曾经无意间说过一句话 佛陀 你这个背信弃义的小人 这 夜机心里一动 隐约把握住了什么 他体内的九尾天狐 同样半晌没说话 过了一会儿 九尾天狐缓缓道 很明显神书曾经和佛陀 做过一桩交易 只有他们之间知道的交易 线索太少 我们无法推测出真相 许其安总结了一句 然后说道 缺乏线索 商议不出什么东西 娘娘告诉你这个秘密 不是无常的 九尾天狐立刻恢复 不正经的姿态 控制着夜机 舔了舔舌头 配合勾人表情 许狼 今晚你说几次就几次 今晚不睡觉了 许其安一本正经 娘娘 本银罗是正经人 不受你女色诱惑的 报酬后续一起清算 我先说正事 修罗王右子阿苏罗归位了 如今就在南法寺 以我的战力 打不过他 二加一 相当于一位罗汉 联手一位金刚 许其安心里 还是有B数的 所以 我需要你提前履行承诺 拔除两根封魔钉 这样我更有胜算 九尾天狐沉映一下 拔除封魔钉 就能赢了 许其安笑道 我会找帮手 好 我会让夜机 带你去见神书的 那部分躯体 九尾狐爽快答应 问道 还有吗 许其安看着夜机的右眼 浮香 夜机以后就是我的人了 我不会强行带他走 但今后 我希望你能明白这一点 他不再是你的奴婢 你可以命令他 但不能支配他 九尾天狐笑道 其实你带走 他我也不反对 我还可以把白鸡送给你哦 白鸡一听 哭唧唧道 我不要 我不要 许其安看了一眼狐狸幼崽想 心说我那么讨人闲 最后一个要求 浑天神境对我来说还有大用 我希望能多执掌派一段时间 最多不会超过三个月 如果要延期 我会额外支付你报酬 我帮你做些事 浑天神境 事关他后续的某个计划 暂时不能归还九尾狐 过分 九尾狐称道 他是我娘的遗物 也是我从小把玩的物件 承载着我部分回忆 这个要求不能答应你 许其安意外的强势 不 我需要他 这一点谈不拢 我们的合作取消 夜机的左眼眯了一下 淡淡道 取消便取消 本作不受威胁 两人面无表情的对视 谁都不肯退让 夜机夹在中间 左右为难 即使不拔除封魔钉 我一样是三品 能做的是很多 大不了继续狩猎罗汉 时间久了 总能把封印解开 但你能放过 这千载难逢的机会 许其安深谈谈判技巧 绝不妥协 努力争取 中原大乱将至 佛门必定派兵增援 这是阿兰陀最空虚的时候 九尾狐笑音音道 解不开封印 你非但无法恢复实力 更不能冲击二品 你在这场正统之争中 能做的是有限 合作是共赢 不合作则两败俱伤 自己想清楚 魂天神经的功能 对他同样无比重要 他是不可能轻易 让给许其安的 许其安笑了笑 既然如此 为何大家不一起退一步 九尾狐淡淡道 怎么退 魂天神经有独立的意识 不是物品 让他自己选择 许其安道 没问题 九尾狐语气十分自信 许其安当场取出 地书碎片 在九尾狐面前 他没必要掩饰 天地会成员的身份 不是有多信任他 而是他早就知晓此事 屈指轻扣镜面 哐当一声 半面魂天神经 倒了出来 摔在桌上 我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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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伤势未愈 不能再干活了 魂天神经 立刻大喊 叶姬 不 九尾狐明显愣了一下 似乎对这面镜子 有些陌生 但很快平复情绪 娇声道 臭镜子 五百年没见 想不想我 他的声音 从性感妩媚 切换成偏向少女的清脆 魂天神经 立刻安静下来 镜面凸显出一只 没有睫毛的眼睛 眼珠子转动 看向夜机 他微微愕然 然后 整只镜剧烈颤抖起来 声音高亢尖锐 公主殿下 公主殿下 真的是你吗 当日在城隍庙里 许其安把他交给九尾狐时 他刚被塔林老和尚封印 不知外界之事 事后 才从许其安口中 九尾狐顺手拿起镜子 横道 当年我总是问你 世上谁是最漂亮的狐 你每次都回答是娘 现在我在问你 谁是世上最美的狐 魂天神经大声道 是你是你 他用激动的 带着哭腔的声音 我终于见到你了 流落在外五百年 没想到还能和公主殿下重逢 我就算现在灰飞烟灭 也心甘情愿了 好一场催人泪下的主仆相逢 许其安翻了个白眼 九尾狐瞧他一眼 炎然道 这小子 希望你能多留在他身边一段时间 但我不愿意 毕竟我与你多年未见了 实在舍不得 许其安不给他带节奏的机会 补充道 所以我们决定 让你自己来决定 是否多留在我身边一段时间 啊 这 魂天神经声音猛的一变 内心经过一番激烈的搏斗 沉声道 能见到公主殿下 是老臣的造化 死而无憾的造化 但是我选择留在姓许的身边 九尾天狐脸上刚泛起的笑容 忽然僵住 他盯着魂天神经 用一种确认般的语气 你说什么 这 能见到公主殿下 是老臣的造化 死而无憾的造化 魂天神经说道 但他选择留在我身边 许其安笑眯眯的说 魂天神经弱弱道 是的 夜机嘴角轻轻抽搐一下 挨声道 镜子 你知道本公主为了寻你 踏遍了九州的山河大地 找你找得多辛苦吗 你竟为了一个刚认识的男人 弃我而去 公主辛苦了 感谢公主惦记老臣 魂天神经立刻高呼 但他选择留在我身边 许其安笑眯眯有重复一遍 是 是的 魂天神经弱弱道 然后立刻表忠心 但公主殿下放心 老臣的心是在你这里的 我是留在姓许的身边坐卧底的 啪 九尾狐用力反扣魂天神经 光洁的额头清惊直跳 他冷冰冰地看一眼许其安 左眼的清光缓缓消散 夜机恢复了对身体的掌控 小心翼翼道 娘娘生气了 几百年来 我从未见他生气 主仆之情在爽面前 一文不值啊 许其安黑了一声 对这样的结局 一点都不意外 魂天神经灵质残缺 急需龙气温养 补完自身 这是一个生灵最基本的欲求 还不快把本座收回去 呗 竟给我找麻烦 魂天神经迁怒许其安 飞起来要扇他的脸 许其安抬手抓住他 道 回头有件事要你去办 可能时间会久一点 麻烦会多一点 想都别想 他一口拒绝 等你的灵质修补完毕 我让坚政替你补完缺失的 半边身体 许其安道 补得相当于肉身 而非气灵 这一点 练气专家出身的坚政 肯定能办到 徐英罗有事尽管吩咐 魂天神经诚恳道 事情初步办完 许其安舔了舔嘴唇 笑道 该办正事了 有过无数次交流的福香 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 脸蛋微红 云州边界 六万披甲持锐的大军集结 他们井然有序地拍成六块方阵 一万人一座方阵 每一座方阵 有一千重骑 一千火冲手 两千青骑 五千步兵 五百火炮营 五百神弩营 而在六万大军后方 还有三万流民组成的民兵 在大奉援兵还没赶到的时候 云州叛军已经集结完毕 准备北上进攻青州 那不想 一千天 三千 一千 一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